张恰的分有没有可能比王远航高两分以上 我真正觉得我们不要犹豫是在于 王远航在第一轮和第二轮 我们投票的一轮还有综合评定 他其实在我们心里面都是第一 我也觉得他两轮应该都是领先的 就是这样的 我同意 但是仪式敢来一下 投张恰第一的举手 那我们就同意的标准是 第一名是王远航 然后第二名是张恰 好的 来 来吧 刺激的时候到了 我害怕 我害怕 那么我也想向三位主任汇报一下 我们医学生经过我们节省培训 以及工作后一个成长变化吧 首先是总体综合评分 来了 第一名 第一名 张恰八二九点五分 啊 啊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都出冷汗了 我手上全是汗 为什么 刚差在我们急诊的进步和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 他的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 以及对患者的人文关怀都非常到位 不哭 很快就缝完了 这两三针就缝完了 我妈以前头上的口子比你这个还到现在可漂亮了 没事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放一个胃管 待会我这管子放进去 你到喉咙这个地方赶这好东西 就跟吞面条一样吞下去 好吧 现在去吃饭的 拿着带我们去 我去看一眼那个 这个家属到了 家属到了是吧 那去不了了 今天的考核过程当中 盘队的协作能力挺好的 人文关怀非常到位 他像一个很成熟的急诊科大夫一样 去接诊病人 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名 未来的优秀医生的模样 第二名 这 还不是汪伟航吗难道 汪伟航 八十九点四五分 差多少分 差多少分 差一丢丢啊 我的天哪 差了零点零五 这是怎么差出来的零点零五 你看都怪你这么怀疑的 他们就是会打零点零几分 他那个算分怎么能算出零点零五分 可能是占百分比来的吧 九十六点五分占百分之五十 他再一除 他再乘一比例来 再加 我们刚刚说了吗 我们其实贴的是一样的 对 我们是右边是第一 我们贴反了 右边第一 我们是说右边来的 我们说的是右边第一 开始凹了 开始是反了 反正你贴的是 还是平的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选的是张洽第一 对不对 是啊 我们赢了 不要再演了 演不下去了 我们先放下 先原谅自己好吗 我们先还是看到他们的 这个高光时刻 看一下看一下 王伟航刚开始 比较乐观 他比所有的同学 都要更快地 进入急诊的节奏 积极主动 好 我现在开一组是吧 我来吧 回来这个头皮 这个地方要缝合的 好的 我来缝吧 在人文谈话和家属谈话上 他也是一次比一次能做得更好 王伟航今天表现出来的领导力是最好的 那么团队分配也非常合理 对患者抢救有轻急缓重 张家 你来这个 我我我去那个 你来这个 希望你一直保持这份积极主动的学习之心 第三名冯琛八十八分 我们好准啊 深深你很乐观 哎呀不要这样吧 我们猜对前三 对 已经很厉害了 冯琛啊 他刚开始进入急诊没有经验 难以招架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工作 与病人家属沟通呢 也过于的强势 好好 真的哥你 你先你先安静 你先安静 你先安静 现在也逐渐呢 能够高效的完成 日常工作的情况下 更多的站在病人和家属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你等到我分完好吧 我 然后我们觉得你可以喝点再喝 好不 啊乖 流畅啊 刚开始整体进到急诊 就是个蒙圈状态 开检查单 谈话 操作 都非常慢 快点啊 好的好的好的 但是我很喜欢唱姐耶 我觉得她她的状态再越来越好 嗯 到了最后一天 你的速度 还有流程的清晰度 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 金明 对于很多操作 楼寄于心 到最后是 独立可以完成 身体脉操作了 已经 操好了 深度15 谢续超 高尚 急诊生活呢 像是她的一个里程碑 记录了谢续超 高尚 一个成长嘛 然后收治患者后面 变得非常快 我先冲过去 你乖 你拿那个 转一下你陪她 对 迈过了菜场纸鸟 必经的那么一道坎 李不妍 在她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好的一面是她的人文关怀 在参与心肺复苏的患者抢救过程当中 她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也在她身上体现出来 我想 还是 合理不言说 保持你那一份初心 将来为患者做更好的治疗 以上是我们八位医学生在我们急诊室的一个成长的变化吧 好 谢谢大家 见了 我觉得 经过急诊室这么短暂的这么短时间的培训 大家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收获 所以就是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就急诊室是个磨练医生的地方 磨练了更多的 不是我穿刺 我这个以前穿50分钟 现在5分钟穿进去 这个事要做的 更加重要的是你的脑子 你的脑子里面如果说整个的流程 你把它想清楚 后面才能够做各个科室的一个精英的医生 我希望就是说你们也能感觉到 你们可以用自己身上的知识去拯救病人的生命 希望你们能把这些好的习惯 把我好的临床思维能力都带回砖科区 所以他们现在是再回到三位代教指导医师吗 是的 哦 也感谢三位主任 好 这个是一步一步来 这个动作不断地积累 这个关键什么样 这更加快速的这个成长 你是你们要做的 但急诊这段经历真的好有意义 对 太重要了对于他们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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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